下面這道菜叫 乾辣煉乳紅鯛魚 先把紅鯛魚片切成小塊 然後把一小罐的煉乳 倒入攪拌機內 放入乾、紅、辣椒、木 再加適量的雞精 再攪拌機裡面 攪拌機把橙汁 然後把鍋加熱 倒入油 再倒入洋蔥和蒜 緊接著把切好的魚塊 倒入鍋中翻炒 來看情況下 加入適量的雞 最後 接下來 加了少數的幾個 黑胡椒粉 接著把攪拌好的煉乳 乾紅辣椒膜 打成的紙 放入鍋子 加入少許的橄欖 和西芹末 這道菜就算完成了 請問一下 咦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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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